前女友上门以死相逼求复合 只因分手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志祥当然是千万都不同意 这时候的她 正是事业成长期 要是娶了这个疯癫的女人 她会被同事取消 甚至事业都要遭受影响 但她此时也不敢刺激 这个随时处于疯癫状态的女人 安抚她暂时冷静之后 转身从药瓶里拿出了一颗药丸 但又被她偷偷替换 原本妇科医生小会给她的安胎药 被志祥换成了刚研发出来的新药 女人最终流产了 七年后 为了报复志祥 她改头换面化身天空小姐 再一次接近志祥 回忆其与天空的相识 志祥也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投怀送到一切来的太过唐突 让她心里生起不安的预感 当年天空的事情又刚好在脑海浮现 来到医院 第一时间就让秘书取来了当年的病例档案 查看完之后也没有发现异常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刚好就是天空打来 约她下午到酒店一起喝一杯 下午的天空穿得格外好看 还故意露出了背上黑纸 志祥看着天空思考了许久 最终开口询问 你究竟是谁